一年逢好月 万里见明时 每到中秋节 便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烤肉 吃月饼 剥柚子 更是缺一不可的习俗 说到柚子 大家普遍都会想到 麻豆的蚊蛋柚 但是其实 在好山好雪的花莲鹤岗 也盛产着 不输给麻豆的美味蚊蛋 其实麻豆蚊蛋 跟花莲的蚊蛋 都是同样的东西 差别在于环境 花莲的优点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水 来自于中央山脉 是干净的 纯净的 那空气也没有污染 我们这边的蚊蛋 就是鲜甜 多汁 那它自然的香味会比较足 不会像有一些蚊蛋比较实甜 基本上我们会看它的果实的外形 它的形状比较呈现一个三角形 这样子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吃的蚊蛋柚 那另外就是果小而重 相对的它里面的内容物比较饱满 在海岸山脉与中央山脉的保护下 让鹤岛的蚊蛋不仅能被纯净的水浇灌 更因为日照时间较短 养分可以大量累积在果实内 除了比起一般的柚子更加耐放 越沉越美味 在香气的表现上也独树一格哦 原本在台北当工程师的李先生 因为爱上花莲的生活 于是搬到这里 开始做起农业改良推广的工作 他们成立了合作社 透过和产官学的合作 一起打造友善精致的农业环境 要让花莲优秀的作物 可以被全世界看见 目前就是说 因为我们合作社里面的长者 还是算居多 那叫他们改变这么大 他们其实不太能接受 那我们就做一个示范田 给他们看 那慢慢地希望说 他们觉得示范田的效果成效很好 促使他们说 其实这一行还是可以投资 还是可以转变 每年大概都会排固定的时间 来请我们同仁到 我们这个合作社里面 针对班员的栽培管理 那提供全系列的一个技术服务就对了 我想各方面的一个技术的合作交流 是很频繁的 那再者就是 合作社其实班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随时都跟我们保持的缘续 实际到田间跟农友做一个交流 然后做一个技术上面的协助 让他们品质能够有所提升 那我们农粮署对于像这样子一个水果的合作社来讲 那主要的话就是福岛一个是安全生产 就例如说像申请福岛这个通过产效履历验证 还有有机友善的一个验证 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备啊 还有像验证费用啊 这些都是农粮署有在福岛补助的范围 那另外像合作社我们也很鼓励合作社来做这个气作气销 可以去成立集团产区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可以来协助的 我们要创造它福岛佑的价值 而不是追求它的产量 提升价值 让贩售的金额达到农友或者社员的一些心理上面的需求 这样子循环来讲的话 才会让我们的福岛佑品质越来越好 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还有追求一些生态上面的永续 除了赚钱以外 永续的发展对我们的大地会更加的友善 所以我们就是追求三十码生产生态生活 永续经营 观念的改变 大家会去想我要怎么样子把柚子变好吃 不是就是单纯我们改良厂的管道而已 他们会有藉由各式各样的管道去想方法会找资财 让自己的果实的品质会变得更好 对地区产业的发展来讲这是好的现象 花莲最占优势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纯净的环境 那合作社又致力推动产销履历 还有友善环境这样子的一个耕作方式 那同时也把品质不断的提升 在这个我们文旦方面一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地 目前合作社在推广产销履历 我们希望达到百分之百的产履 那以后的话就是慢慢步向国际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消费者的回馈 你们文旦还有吗 你们品质不错 就会有一种喜悦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